車仔贏黑貓,安心去日本 英超已經七場不勝的車路士 可能在歐聯大勝翻場後,信心多發不少 輝拖更加不用說 昨晚在新特蘭時,11分鐘馬上開記錄 半場保時車仔還有12馬 輝拖一射搞定 對上一次英超梅開二道已經在4月 下半場車路士繼續攻 桑馬大49分鐘保重,拉開比數 到65分鐘,阿當·Johnson繼續追近一球 但也阻止不到車路士終結不勝走勢 奔帥可以開開心心帶隊去日本踢勢冠盃 阿仙奴也終止了4場不勝 阿迪達的兩球12馬 主場以2比0擊敗了西暴朗